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雪峰村上的二人廟的智偶師小夢 那我們這裡是無獨幽幽的智偶工作室 我們會在雪峰村上面看到的各式各樣的妖怪戲 都是從這裡誕生的 因為這齣戲裡面有非常多各式各樣的妖怪的戲偶 那它的動態以及結構就會跟過去的人偶的特性就會很不一樣 那我有許多的靈感是來自於摺紙這個技術 當我們就是用一張薄薄的紙摺的時候 除了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造型之外 那它其實也可以做出各樣的摺疊的動態 它可以延展 可以壓縮 它的動態是互相前動的 那我就將這樣子的特性 運用在戲中一個章魚的妖怪這個角色上 那我製作了可以自由伸縮扭動的章魚腳 這樣子演員在操控的時候 即使它只有兩隻手 但它都可以自由的讓這八隻腳靈活的擺動 那另外一個角色是一個攻擊的妖怪 那這個攻擊的妖怪它的臉部的造型 就是從摺紙而來的 那它同時臉部在移動的時候 它也會牽動著背後的刺 一起扭動轉動 這些想法靈感也都是從摺紙的概念來的 因為我所構想的這些結構機關 運用在超偶師身上的時候 他們使用方式可能會跟我想的不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保留了許多空間 讓超偶者可以自己發揮 像章魚這個偶啊 我當一開始的時候 會想說他可能用兩隻手來操作 但是當超偶者拿到的時候 他就直接把它帶在頭上 然後用身體去甩動他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方式 他就是他有時候就可以空出兩隻手 一下子操頭 一下子可以變換他要操縱的腳 所以我就把它的結構 就調適成比較適合這個超偶者來使用的方式 雪風村上這個地方 它聚集了非常多各式各樣的妖怪 那這些妖怪們他們自稱為古奴役 這些古奴役呢 它其實非常赤裸地呈現了 他們內心的一些欲望 或者是情緒 這樣子的特性 有時候放在社會中 它比較不容易被人接受 或者是會被人們視為某種惡 這樣子的惡 當我們來到惡人廟這樣子的地方的時候 那又會被如何看待 對待如何的解脫呢 那這是我覺得這齣戲 非常細膩且柔軟的地方 那歡迎大家來到劇場裡面 一起看看內心的古奴役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呢